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九节 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就对他说 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不要怕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在这个瘟疫横行 天灾人祸的日子 基督徒跟没有信仰的人相比 有什么指望呢 耶稣告诉我们 不要怕只要信 这个不要怕只要信 是信什么呢 是信神 信神机 信神医 信仰如果不包含神机 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而神机呢 如果不包含着神医 也算不上是神机 耶稣呢 行了很多的神医 据粗粗的统计 在四福音书里边 他有四十一个 医病赶鬼的神机 真是充满了神机启示 因为信仰本身 就是神在人间的作为 不是人在人间的作为 神在人间的作为 就是神机 神在人间的医治 就是神医 我们需要从中 好好的这个查考 能够发现一些秘诀 特别是在目前 这种病毒泛滥 在人的无奈的当中 我们认识神的医治 获得神的保守 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那么怎么认识神的医治呢 怎么获得神的保守呢 我觉得很简单明了的 一个办法 就是忠于圣经 忠于耶稣 我们有很多的先入之间 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忠于圣经 而忠于圣经最终 是忠于耶稣基督 因为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的 他说过嘛 你们查考圣经 以为里面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 来得生命 同样我们今天呢 在神面前 我们也想得生命 得他对我们生命的保守 看护 医治 怎么办 也是要忠于圣经 也是要到耶稣这里来 借着查考圣经 到耶稣这里来 得祝福 得医治 得生命 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 就发现 神在医治我们的时候 在保守我们的身体的时候 至少有七个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顾 哪七个 什么都不管呢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什么病 不管你病到什么程度 不管什么律法 不管什么规则 不管什么距离 不管什么方法 他都可以医治 从人的角度来说 那么人怎样 才能得到神的医治呢 只要信 就是不管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任何情况 七个不管 就说明是 不管任何情况下 人 你只要信 不要怕 那信什么呢 不光信有神 还要信神 有无微不至的大爱 和无所不能的大能 也不仅仅是信 他有大爱和大能 而且还要信 这样一位神 会全然的看顾你 他也爱你 而且无所不能的爱你 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信心 好 我们下面看第一点 就是不管什么人 只要信 那神的医治 是不是有条件的 神的保守 是不是有条件的 无形中呢 我们觉得会因人而异 是因人而异吗 看圣经 不要听这个说 那个说 也不要凭我们 这么想 那么想 我们就看圣经 就看是耶稣怎么做的 看耶稣怎么说的 在圣经里边 耶稣医治好人 也医治坏人 什么叫坏人呢 就是我们心中的坏人 我们眼中的坏人 像我们平常的 道德观念所说的 好人就医治 神就医治 坏人神就不医治 信徒他就医治 外邦人他就不医治 朋友他就医治 敌人他就不医治 这是不对的 我们知道 在科西玛尼园里 那个抓耶稣的士兵 耳朵被彼得消掉以后 耶稣上去就医治他 二话不说就医治他 那么好人 我们来看啊 百夫长是个好人 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说 这个百夫长 他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 封闻耶稣的事呢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呢 就怯怯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 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不要劳动 因为你到我的舍下 我不敢当 我自以为也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的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 就吸气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已经好了 我们看这个故事啊 医治 对他仆人的医治 是因为百夫长是个好人吗 不错 他确实是个好人 他给百姓修建会堂 行了很多善事 百姓们都念他的好 但是这个医治是根据这个吗 显然不是 那么是因为百夫长做的好事吗 他确实做了很多好事 但是显然也不是因为他做了好事 他的仆人才得医治 那么是因为百夫长的谦卑吗 他确实很谦卑 他自称啊 不配见耶稣 但是呢 圣经上记载的也不是 因着他的谦卑 不是因着他是个好人 也不是因为他做了那些好事 也不是因为百夫长自己的谦卑 虽然这些东西都是好东西 但是都不是这些东西 导致他的仆人得医治 是因为什么呢 耶稣说的好 是信心 他见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 他就说 你的仆人病好了 回去吧 圣经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因着信心 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之大 连耶稣也稀奇 也佩服 他说呢 他在以色列中都没见过这么大的信心 这是一个好人 好人得医治 不是因为他好 是因为他的信 那你是个好人吗 我是个好人吗 如果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的好 你的好 他的好 没有办法得医治 只有我们信 这个信才是得医治的根据 那么我们看麻风病人 麻风病人是罪人 因为这是公认的 麻风病代表罪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动了慈心 就伸手摸他 说 我肯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 立即离开他 他就得洁净了 大麻风是罪人 这个大家都清楚的 人们把他们当罪人看待 鄙视他们 看不起他们 但是耶稣却医治他 为什么医治他 不是因为他好 他显然他是不好 他是罪人 那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的信 他远远的就迎向耶稣 他不顾当时的律法 规章 规条 突破了一切 直奔耶稣 凭着信心 这一点感动了耶稣 引动了耶稣的慈心 又伸手摸他 他就好了 那么还有一个罪人 就是38年的重病人 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讲到的 比诗大池子旁边 耶稣对他说 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 对他说 你已经痊愈了 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 这个明显是个罪人 因为耶稣说了 不要再犯罪 但是并不因为他是个罪人 他犯过罪 耶稣就不医治他 所以耶稣医治他的前提 不是这个人 是个好人还是坏人 不是因为这些 是因为他的慈悲 恩典怜悯 这是首先的 也因为病人对他的信靠 因为你看 他说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就听话 就拿起褥子来就走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他不动的 你让他起来 他也起不来 他因为信心没起来 所以是因着他的信心 得了医治 那么还有一个罪人 就是生来瞎眼的 也是约翰福音第九章里讲的 那么耶稣过去的时候 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 门徒问耶稣说 拉比 这人生来是瞎眼的 是谁犯了罪 是这人呢 是他父母呢 耶稣回答说 也不是这人犯了罪 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 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 耶稣说了这话 就吐沫在地上 用吐沫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洛亚池子里去洗 他一去洗 回头就看见了 你看 这是个罪人 彼得他们这些门徒 按照犹太人的这个律法的思维 来思想这个人 要么是他父母犯了罪 要么是他犯了罪 反正是跟罪有关 但是呢 耶稣却说呢 不是这个问题 是要显出神的作为来 神的作为 就是让他看见 就是医治他 让他的身体复原 可见这个人 是个好人 或者是坏人 是个义人 或者是个罪人 这跟耶稣的医治 没有直接的关系 耶稣不是按照你的好坏 决定医治你 或者是不医治你 而是按照他的恩典和怜悯 也按照病人的信心 和接受和顺服 还有外邦人 犹太人呢 一般是轻看外邦人 但是耶稣在医治这件事情上 从来不轻看外邦人 那个最典型的一个故事 就是迦南夫人 什么叫外邦人 不能说一定是不信耶和华的人 而是一定不在犹太人 宗教律法体系内的人 凡是不在犹太人的 宗教律法体系之内的人 他们就称作是外邦人 这个迦南夫人 明显是外邦人 他向耶稣喊着说 主啊 大卫的子孙可怜我 我女儿被鬼付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答 门徒进前来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发她走吧 耶稣说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说 主啊帮助我 她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妇人说主啊不错 但是狗也吃她主人 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耶稣说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注意这句话啊 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她女儿就好了 这个医治跟这个 迦南妇人 她的地位 她的身份 她是不是外邦人 毫无关系 而是跟她的信心有关系 她自己呢 以为自己是外邦人 看不起自己 当然犹太人也看不起她 这是一个人间的现实 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但是主没有看不起她 主是要她的信心 她说什么呢 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 她也要吃 就是她知道自己的地位 卑贱 但是这种卑贱的地位 并不影响她的信心 一点都不影响 她虽然是个外邦人 但是她的信心并不比犹太人小 反而更大 我卑贱 我不配 但是我抓住你 不放 所以耶稣才说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吧 所有的这些 我们看到 从百夫长 到麻风病人 到38年的病重的人 到生来是瞎眼的瞎子 还到这个迦南妇人 不管你是什么人 犹太人也好 外邦人也好 这个所谓的好人也好 所谓的罪人也好 所谓的不洁净的人也好 耶稣不顾 耶稣不管 耶稣就是医治 所以耶稣的医治呢 完全是恩典怜悯和慈爱 没有高低贵贱 优劣尊卑之分 那既然耶稣的医治 耶稣的保守 耶稣的赐福 神的爱 是这样的 无条件的 不分人的 那么你还怕什么呢 所以不管你是怎样一个人 你都不要怕 只要信 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所以我在讲 我们要看耶稣 要定睛耶稣 不要听这个说 那个说 不要凭自己这么想 那么想 就回到耶稣 回到赐福音书 回到圣经 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 耶稣是怎么讲的 耶稣是怎么行的 我们就去信就好了 如果不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误入歧途 还不自知啊 这是第一点啊 不管是什么人 只要信 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自己啊 我们是什么人 实际上你是什么人 跟耶稣一不一致 你没有关系 你以为有关系 实际上没关系 就好像人间的医生 医院的医生 如果你受了伤 先抢救你 是不是 说救死扶伤 实行人道主义 连人间的医生都是如此 急诊病人推进来 就马上抢救 抢救完了 该上法庭的上法庭 该奖励的奖励 那更何况是耶稣 神的儿子来医治我们 他怎么会分你的好坏 那么狭隘呢 所以我们寻求神的保护 寻求神的医治 一定要凭着信心寻求 按照神的恩典寻求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不管什么人只要信 第二点 不管什么病只要信 这也是我根据 四福音书的记载 圣经的记载来看的 你看圣经里记载 耶稣医治各样的疾病 麻风病人 生来瞎眼的人 贪子 聋哑人 血漏的女人 鬼附身的人 圣经记载说 耶稣的名声 传遍了叙利亚 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 就是害各样疾病 各样疼痛的 和被鬼附的 癫肩的 瘫痪的 都带了来 耶稣就治好了他们 还有一处记载的说 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管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 医好他们 这些记书当中 隐含着一个奇异的地方 就是各种各样的病人 耶稣都一样的 一摸或者是一句话 就治好了他们 按照医学常识 这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第一 病人要想诊断 然后再治疗 而且有时候 许多的时候 诊断比治疗 还要重要的多 不仅如此 第二 病人还要分科 你是属于内科 属于外科 是皮肤病呢 还是神经病 各种病人 归各科医生来治疗 可是耶稣呢 第一不诊断 第二不分科 不管什么病人 手到病除 这是个什么道理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细心的去读 看看神做事的法则 多么的奇妙 我们从中得力量 得信心 我们想一想 人的疾病 虽然是多种多样 但是归根结底是一样 哪一样呢 就是身体偏离了正常状态 是不是 不管你得了什么病 你都是偏离了正常状态 要么往左偏了 要么往右偏了 都是偏离了正常状态 那么什么是正常的状态 或者健康状态呢 从根本上说 就是被上帝所造的状态 就是像一个产品的出厂状态 就是标准的设定 就是当初在伊甸园里边 神造人的时候 起初神看着一切都好的 那个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 后来这个状态就不复存在了 因为人的身心灵 因着犯罪的缘故 偏离了神的道的缘故 就落入了生老病死的光景 这个本来是不死的 可以不死的 后来是必定死 那么耶稣来了 末后的亚当 是一个完全正常 完全健康 没有变异 没有损坏的生命体 所以说当他宣告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或者约翰福音一开始说 生命在他里头 这个生命指的是一个 完整的 完全的 完美的 正常的 健康的 无便义的生命 而耶稣来到人间 就是要把这样一个生命 赐给我们 赐给世界 他自己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讲 他的使命 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说嘛 我是生命的粮 生命的水 所以当耶稣这么一个生命 跟我们的生命发生连接的时候 任何一个病态的生命 只要跟他的生命一连接 都会被纠正 归回正常状态 所以这个归正 我们常常讲归正 不仅仅是心思意念的归正 其实也包含着身体的归正 归回正常 归回正道 这样耶稣压根就不用管什么病 他只要一touch 一触摸你 一按手 你的病就好了 也不用分哪一个科了 只要归回正常就好了 这有点像电脑 电脑有一个纠错的功能 或者叫做恢复的功能 如果你犯错了 你只要按一个键 就会回到原始的状态 这个键呢 就是comment加z 命令键加z 只要这么一按 就可以一键还原 对于像我们这些 不太懂电脑的人来说呀 这个键呢 简直就是救命稻草 有时候我们不小心 筑成大错 把不该删的文章 一下子不小心删掉了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个键 将惨不忍睹 哭都没地方哭 但是有了这个键 有了这个还原键就不怕了 所以有时候就想 这是一个多么慈悲的设计呀 连人都有这么慈悲的心思 这么慈悲的设计 何况神呢 神在造人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会犯错的 但是他给了我们纠错的功能 包括心思意念 也包括身体 让我们可以回头 借着对耶稣基督的接通 信心的接通 让他领我们归正 这个电脑里边的这个还原键 其实在信仰里边就是恩典键 就是怜悯键 就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和怜悯 耶稣医治我们就是这样 他是来自神的恩典 靠的是我们的信心 他的恩典带着生命白白的赐给我们 不管你是什么人 只要摸他 他就纠正你 归正你 导正你 而且不管什么病 你只要一接通他 也纠正你 归正你 导正你 人的生命的恢复 在于耶稣基督生命的介入 不仅是介入 而且还要主宰 占有 取代 让他那个健康的生命 取代我们这个不健康的生命 唯一的通路就是信心 信心使我们的生命 与耶稣的生命连接起来 这种生命的连接的通道 在神那一头是恩典 在我们这一头就是信心 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因着信 本乎神的恩 因着我们的信 神的恩 把手伸出来了 要赐给我们生命 祝福各样的福分 各样他本性的丰富 都要赐给我们 那我们要不要 信不信 白白给的你信不信 你还是看自己是什么人 你还是看自己得了什么病 等等等等 后边还有很多别的条件 你是看这些条件 还是看神的恩典 要看条件 你总有不复合的一点 这样的话信心的路就堵死了 但是如果你看神的恩典 它是无条件的 像阳光 像空气 像雨水 像大地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的信心就坦然无惧 就像麻风病人 冲向耶稣 什么都不在乎 因为他知道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 我们知道恩典已经在先了 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 已经在先了 替我们准备好了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因他的鞭伤 我们就可以得医治了 因他所受的刑罚 我们就可以得平安了 那你得不得医治 得不得平安呢 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了 所以恩典已经在先的情况下 人的信心就是关键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 每次医病之前 差不多都问这个病人 你信吗 你信我能做这些事吗 或者医病之后 他就说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他把人的信看得这么重要 因为他知道 他的恩典已经在先了 空气已经在包围着我们 等着我们呼吸了 你呼不呼吸就成了关键 这就是道理所在 既然神的医治 不管什么病都是一样的 那你还怕什么呢 所以你身上有什么问题 也不管面临什么病毒啊 什么瘟疫啊 都不要怕 只要信 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 也是对自己分享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 因为我们人生中 有很多的惧怕 也确实有很多的生老病死 即使没有瘟疫 也有很多别的问题 别的痛苦 别的折磨 别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怎么办 在任何情况下 你都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他是神 他接待你 他医治你 他赐福你 他保守你 耶稣在祝鹏节 结束的那一天 在那喊嘛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这来喝 信的人呢 必有活水的江河 注意 只要你渴了 就可以来喝 而且他没有说 人要好了 他没有这么说 他就说 只要你渴 你就可以来 这个观点很重要 只要你有饥渴感 你就到耶稣这里来 只要你有疾病 你就到耶稣这里来 只要你有不正常 你就到耶稣这里来 他必定医治你 好 下面我们讲第三点 就是不管病到什么程度 不管什么程度的病 他要我们只要信 我把它分成四个等级 这病的程度 一个呢 就是容易治的 很轻的 比方说 彼得的岳母 发烧 耶稣扶他起来的时候呢 他的烧就退了 比较难治的呢 就是贪子 颠尖病人 血漏的妇人 还有38年的重病的病人 包括麻风病人 这都是很难治的病 那耶稣呢 也能医治 也是凭着病人 对他的信心 顺服 就得医治 还有第三个层次呢 就是不能治的 压根就不能治的 什么呢 天生的瞎子 生来就是瞎子 这种瞎子 是治不好的 那是人们已经 接受了的一种病 第四个最难最难的 就是死人 管会堂的女儿 拉萨路 还有寡妇的儿子 这都是耶稣 让他们从私利复活的 所以你看 这四个程度的病人 容易治的 难治的 压根不能治的 甚至死了的 耶稣都有办法 为什么呢 听起来不可思议 实际上这就是神 当我们说神的时候 我们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所有难成的事 不能的事 甚至死了的事 那都是在人的眼睛里看了 在神的眼里看不是这样 所以耶稣说 那个管会堂的女儿 她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在她的眼里是睡着了 在人的眼里就是死了 在她的眼里还有救 在人的眼里就没救 在这种情况下 耶稣强调的就是只要信 不管你病到什么程度 只要信 生来瞎眼的 耶稣问他 要我为你做什么 瞎子说 夫子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去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他为什么说 你的信救了你呢 因为瞎子要看见 这是一个狮子大开口啊 因为这个瞎子 原来在耶利哥城门口 是要饭的 他每天都是要饭 因为他生来是瞎眼的 不可能再看见了 他也知道不可能 世界接受了他 他自己也接受了 自己是个瞎子 但是呢 耶稣路过 他像耶稣要的就不一样 他像耶稣要的是要能看见 不是要吃的喝的 也不是要金银财宝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耶稣是神 所以他才敢这样 狮子大开口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凭什么 就是仰赖耶稣呢 不管我们是什么人 不管我们是什么病 不管我们病的什么程度 我们就死死的仰赖耶稣 凭什么 是不是傻 是不是吃 是不是呆 不是的 我们凭的是 他是神 人又不能的 在他 在神 凡事都能 所以这个瞎子 生来是瞎眼的人 他像耶稣要的是能看见 那耶稣据此就断定 他的信心是何等的大 所以耶稣说 你的信救了你了 瞎子立刻就看见了 就在路上跟随耶稣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 管会堂的女儿呢 也是同样的意思 耶稣来到管会堂的家里 看见那里乱咬 有人大声哭泣哀号 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乱咬哭泣呢 孩子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就耻笑耶稣啊 因为孩子已经死了 大家都知道孩子已经死了 但是耶稣却说睡着了 理所当然的被人们耻笑 那耶稣怎么办呢 面对他们的耻笑 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 圣经记载说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这个很要紧 这个细节很要紧 为什么把他们撵出去 因为他们没信心 信心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 但是它并不等于不存在 所以如果你的周围有不信的人 信心之场就被破坏了 所以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带着谁呢 带着孩子的父母 带着跟随的人 跟随的人就是 他的最亲近的三个门徒 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 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 大利大鼓民 那闺女立时起来走 你看 这是个信心的原则 如果本人还活着的话 本人要有信心领受 如果家人在的话 家人要有信心领受 要有个信心的场 没有漏洞 没有缝隙 魔鬼撒旦不能进来搅扰 这么一个强大的信心之场 所以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我心里边就心领神会 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 把那些没有信心的人都撵出去 信心是互相影响的 还有拉萨路的事情也是这样 耶稣说 你兄弟必然复活 马大说 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 他必复活 他说的复活 跟耶稣说的复活 不是一回事 他说的复活是将来的复活 而耶稣的复活说 是随时我可以让他复活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你注意啊 最后结束的时候 还是问你信这话吗 你信这话吗 马大说 主啊 是的 我信你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 耶稣说 你们把尸都挪开 马大说 主啊 他现在必是臭了 耶稣说 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 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 你看啊 这里边讲了多少 信信信 如果本人已经死了 他就问他身边的家里的人信不信 不管病到什么程度 即使是死了 神都能让你复活 那你还怕什么呢 即使死了也是大有盼望 而且是更美好的盼望 这个复活代表着一个新生命的复活 不仅是肉身的复活 是一个新生命的复活 有永恒的复活 你还怕什么呢 所以不要怕 只要信 信是那大爱和大能 而且信这个大爱和大能 绝对能够临到我们 这是我讲的第三点 不管病到什么程度 只要信 第四点是什么呢 第四点是 不管什么律法 只要信 圣经的新旧约是合成一体的 旧约比较强调律法 而新约耶稣基督 用恩典成全了律法 让我们活在律法下挣扎的人 能够活在恩典下 这是以他的十字架上的牺牲流血 生命的代价换来的 那么在律法不允许的情况下 耶稣会医治你吗 这个问题 我们提这些问题的目的呢 是为了让我们意识到 神的医治是无条件的 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神的怜悯是无条件的 换句话说 为了治病 我们的神会不顾律法吗 我们常常可能以为 不会的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耶稣 是怎么做的 耶稣说 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呢 还是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的生命和健康重要呢 还是律法重要呢 我们都知道耶稣是怎么回答的 耶稣的回答很干脆 很绝对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安息日就代表宗教的律法 所有的律法都是好的 但是当他跟人的生命健康 跟爱发生冲突的时候 神会选择律法的总纲 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律法也是爱的一种表现方式 一种形式 一种工具 那个十戒之一的安息日 可不可以治病 这个按照律法规定来说 是不允许的嘛 但是圣经记载 耶稣在安息日 做过以下几件事 他治好18年的驼背 他治好水谷病人 他治好枯干的手 他治好38年的重病患者 他甚至治好了 生来瞎眼的人 所以犹太人 特别是法利赛人 就发出指责 他为什么要做 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 在他们看来 一个敬虔的人 是不可能做 安息日不允许做的事的 他们就断定 耶稣不是从神来的 因为他不守安息日 这在律法的思维下 这是合乎情理的 合乎逻辑的 律法是神颁布的 从神来的 一定是遵守律法的 而你呢 不遵守律法 所以你不是从神来的 所以他们就出去 商议 怎样可以除灭耶稣 就是在这么严峻的情况下 生死的关头 耶稣还要医治你 你说你还怕什么 耶稣看他们的心 看得透透的 耶稣知道他们要杀害自己 是因着安息日 但是耶稣还要在安息日治病 为什么 耶稣从天上来到人间 就是为了告诉我们 神的本性的真相 神的本体的真相 把这个神的真正的福音 突破一切宗教的枷锁 给我们这些 急需恩典 急需救恩 急需福音的 罪人们 不仅是律法 不仅像十戒 守安息日这样大的律法 就是宗教的规条 比方说大妈方病人 大妈方病人 当时有很多的规条 就是他比方说 他们建了人群以后 要远远的避开 不仅避开 还要喊 我不洁净啊 我不洁净啊 要提醒旁人 不要靠近他们 如果违反了这些 那就要被烧死 或者是被永久的隔离 这是规条 我们看到耶稣 医治大妈方病人的时候 就不顾这些规条 大妈方病人向他跑过来 他没有阻止 跪下来之后 求他医治的时候 他没有拒绝 而且不但不拒绝 还伸手去摸 大妈方病人 怎么能摸呀 会传染的 更重要的就是说 你违反了宗教的规条 但是耶稣什么都不顾 为什么原因 因着爱 爱是最高的原则 爱是最高的律法 爱是律法的总纲 爱是最后的命令 耶稣说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实际是古老的传统的命令 耶稣说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 就是爱 你们要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 这就是律法的总纲 有了这个总纲 你是为了这个总纲的缘故 就不叫亵渎律法 而是成全律法 既然耶稣的医治 是恩典和怜悯 既然爱是一切律法的总纲 那么不管我们面对 什么律法和规条 都不要怕 都不要怕 只要信 信什么 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而且信 这大爱和大能 是为我而来 临到我身上 这是第四点 还有第五 就是不管什么规则 你只要信就可以 避世大池子旁边 那个38年的病人的事情 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在耶路撒冷 靠近阳门 有一个池子 希伯来话叫做避世大 旁边有五个狼子 里面躺着瞎眼的 瘸腿的 血气枯干的 许多病人 客户里 因为有天使 按时下池子 搅动那水 水动之后 水先下去 无论害什么病 就痊愈了 在那里有一个人 病了38年 耶稣看见他躺着 知道他病了许久 就问他说 你要痊愈吗 病人回答说 先生 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 我正去的时候 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 耶稣对他说 起来 拿你的褥子走吧 那人立刻痊愈 就拿起褥子来走了 这个故事 很有意思 既然天使有规矩 既然人们一年又一年的 在遵守这个规矩 那就是水动之后 谁第一个下去 就得医治 那么耶稣来了 是不是也要遵守这个规矩呢 没有 显然 耶稣的医治 是在这个规矩之上 耶稣 他是神本体 他就是制定规矩的人 所以当耶稣问 你想痊愈吗 那个瘫子 立刻想到的就是规矩 救法 治法 是这么一个方法 你不按照这个方法怎么行啊 就好像你在医院去看医生 医生有规矩的 医生有医学原则呀 所以说你要说是神迹 这个医学原则就不接纳呀 你要按照医学原则呢 就容不下神迹呀 但是呢他就没有想到 神凡事都能 这么精密的宇宙 太阳系 地球上万物生 生不息 这不都是神创造的吗 神不是可以随意行神迹在上面吗 所以耶稣说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 可贵的就是这个摊子 这个病人顺服相信 拿起来就走 我在想啊 就好像有个博物馆 大家都在排队 排长队要进去 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人跟你说 你想现在就进去吗 你想马上就进去吗 那你一定会说 你让我加三吗 他前面加三吗 哪里知道呢 跟你说话的人是馆长 馆长可以让你不被排长队 让你现在就进去 这表明了耶稣的权柄 是来自天上 大过天使 所以耶稣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你不要犹豫 不要彷徨 他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因为他是神 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 那么既然耶稣的医治 是在一切规则之上 那么不管我们面对什么不可能 不允许的情况 不管是医学也好 科学也好 各方面的情况 不允许 那你不要死心 人间不允许 还有神 这就是信心 所以耶稣才说 不要怕只要信 注意 当耶稣说这六个字的时候 不要怕只要信 说这六个字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是管会堂的女儿 已经死了的时候 再好的医生 如果病人已经死了 他就撒手了 但是耶稣却说 不要怕只要信 为什么 很简单 他是神 我常常讲 我们信神的人 要把神当神看 要信 就把他当神来信 不是当做一套理论来信 而是把他当做 创造宇宙星空 创造太阳 地球和月亮 赐给我们气息 这么一位神来信 向山举目 我的帮助从何而来 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 这个就不得了 所以不要怕只要信 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信这个大爱和大能 会临到你身上 这是我讲的第五点 第六点 不管什么时空 只要信 时间和空间 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空条件下 环境下 你都要信 因为神都会医治你 都会保护你 圣经这么记载的 有一个大臣 他的儿子在加拜农患病 他听见耶稣到了加利利 就来见他 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 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 耶稣就对他说 若不看见神迹其事 你们总是不信 那大臣说 先生 求你趁着我的孩子 还没有死就下去 耶稣对他说 回去吧 你的儿子活了 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 就回去了 正下去的时候 他的仆人迎见他 说他的儿子活了 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 他们说 昨日未时 热就退了 他便知道 这正是耶稣对他说 你儿子活了的时候 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 加利利 方圆几百里 这个大臣的家在加拜农 虽然呢 也是在加利利的境内 但是距耶稣所在的地方 显然是很远的 因为呢 他在回家的路上 遇见仆人 仆人说 昨日热就退了 而昨日 耶稣发话的时候 那是一天以前了 也就是说 大臣已经走了一天 还没走到家 路途之遥 可想而知 显然耶稣的遗志 是超越距离的 超越空间的 因为在灵界里边 本来就没有时空 在这里 就是在那里 耶稣自己说过嘛 我从天而降 依然在天 我既在天上 又在地上 所以呢 人活在时空中 做事呢 必须遵循时空的法则 但是神的灵 则不然 他不受时空的限制 耶稣说 在人有不能的 在神 凡事都能 这个话 我们说的多了 我们就麻木了 神这个话 很重要很重要 在神 凡事 说everything 不管什么事 他都能 这样信他的人 他就真信他 不仅凡事都能 而且都是爱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放心 大胆的 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里 这就是信心的 最高境界 就是把自己 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里 百夫长 用人间的经验 说明灵界里发生的事情 说的非常的精道 耶稣都夸奖他 他说 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这段话表明 灵界和世界 一样是有秩序的 有什么秩序呢 有发令的 有听令的 是不是 这是揭开灵界奥秘的 第一道目 那么第二道目呢 灵界的全能 全秉能力 就是以话语 准确的说呢 是以信息来传递的 这就是为什么 在圣经里 说话是这么重要 起初神就是用说话 来创造宇宙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等等等等 那万物呢 就借着他的话而成 约翰福音一开始 太初有话 话就是神 那耶稣呢 也说他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你看这个话 为什么这么重要 而百夫长 现在像耶稣所求的 也只是一句话 他说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所以说灵界的 第二道奥秘 就是他们的全能 灵界的全能 是以话语 就是以信息来传达的 那么灵界的奥秘的 第三道目就是 超越空间 当然了 也超越时间 就是在这里 在那里是没有区别的 这里说话 那里生效 那里说话 这里也知道 因为在灵界里边 没有这里那里 宇宙都归于一 那么耶稣的全能呢 也超越时间 不仅超越空间 也超越时间 他是昔日 今日到永远 不改变的神 有人可能会觉得 耶稣是两千年前的事了 那现在我们还能奉 耶稣的名吗 他的全能还在吗 有一些新派神学 就是否定神迹了 否定现在的神迹 其实这是错误的 因为神是昔日 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的 而且圣经上 也有这样的印证 两千年的教会历史 也有很多的印证 《使徒行传》第三章 一开始讲到 那个生来是瘸腿的 在这个美门的店门口 这个要饭 他看见彼得 约翰他们要进店 就求他们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纳萨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 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 立刻就健壮了 你看 这个时候耶稣已经升天 但是彼得呢 就奉纳萨勒人 耶稣基督的名 就可以行 耶稣基督的使 行耶稣基督的神迹 你看这超越时间吧 在时间上 耶稣已经不在人间了 但是在灵界里边 时间是不存在的 哪里奉耶稣的名 哪里就有全能 什么时候奉耶稣的名 什么时候就有全能 这就是超越时空的意思 那么既然耶稣的医治 保守 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 那么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 不管在什么时间 不管在什么空间 都不要怕 只要信 信什么 信神的大爱和大能 他必然临到我们身上 我们这信他的人身上 第七 不管什么方法 只要信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圣经记载 耶稣在医治瞎子的时候 用了几种不同的方法 很多人不明白 为什么耶稣用不同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 他说一句话 瞎子就看见了 第二种方法 他用手一摸 瞎子就看见了 第三种方法 他吐吐沫 加按手 不仅是用手摸 而且呢 还吐吐沫 在伯赛大呢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 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吐吐沫在他眼睛上 按手在他身上 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了 他抬头一看 说我看见人了 他们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钉钉一看 就复了圆 样样都看得清楚了 你看 这是一种治疗方法 就是吐沫 加按手 第四种方法呢 就是用吐沫 抹泥 然后去洗 这是三步了 吐吐沫 和泥 抹在眼睛上 然后去到水池子里洗 耶稣涂涂涂涂抹在地上 用涂抹和泥 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对他说 你往西洛亚池子里去洗 他去一洗 回头就看见了 为什么耶稣 医治的都是瞎子 方法却不一样 有的很简单 有的呢 就比较复杂 多好几道工序 这是什么原因 第一 神可以随己意行事 神的能力可以千变万化 不守一定之规的 谁也不能限制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可以千变万化 因事而异 但是他的总归意思是好的 总归是要保守我们 医治我们 圣灵可以自由地运行 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做工 做在那些信他的人身上 第二 神的医治方式 大概跟人的信心 跟处境相关 这个信心大的人呢 只需要耶稣一句话 并就好了 信心小一点的人呢 就需要耶稣涂涂抹按手 甚至要走一段路 去洗才行 因为这一段路 这样一个过程 是这个瞎子 在不理解的情况下 凭着信心 顺服耶稣的一个过程 是病人的信心 在顺服中 被强化的一个过程 当然我也想到过 用这个活泥啊 用水洗啊 是不是代表着后来 药物啊 手术啊 这些 因为说实话 医生的一些智慧 一些发明 也都归功于神了 神赐下来的 赐给人的 所有地上的美善 源头都是来自神的 既然神的医治 有不同的方法 那么不管我们 怎么样被神对待 也不要怀疑 不要惧怕 只要信 所以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我们认识到神有不同的方法 来医治我们 来保守我们 所以我们就不要要求神 用同一种方法 如果不按这种方法呢 就是神不爱我 那不见得 那神有神的办法 总之我们是要信 信到底 顺服 交托 信靠 这是第七点 不管什么方式 只要信 第八点 第八点最后 不管什么 只要信 我想真正有信仰的人 一定相信有神迹 因为这是信仰的力量之所在 如果一个信仰 你说你是信仰 但是你却不相信神迹 那叫什么信仰呢 那只是一种文化上的信仰 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信仰 真正意义上的信仰呢 一定是相信神的同在和临在 相信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 不仅相信有道 而且还相信道成了肉身 来到人间 这在坛子上 在人间行神迹 那天上行神迹 就没有什么惊奇的了 你看天上全是神迹 日月星辰不都是神迹吗 在天上飘着 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都是神迹 那只有在人间 在这个充满了人迹的地方 神做事 它叫神迹 所以说你的信仰 如果没有信到这一步 那叫什么信仰呢 我说这些话 都是大家彼此共勉 我们人呢 毕竟是软弱的 毕竟是狭隘的 我们活在人的作为 人迹当中 所以我们对神迹 还是难以理解 但是我们凭着信心 这才需要我们凭着信心 来接受 凭着对耶稣的信心 耶稣就是神迹 行在人间的 一个最大的标志 道成肉身 哪里有对耶稣的信心 哪里就能看见神迹 即使在外邦人中 也是一样的 哪里没有对耶稣的信心 哪里就看不见神迹 哪怕在耶稣的家乡也一样 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五节 介绍就是 耶稣在他的家乡 就不能多心异能 为什么 因为在家乡人不信他 从小看他长大的 这不是谁谁谁的孩子吗 谁谁谁的哥哥吗 我们不是看着他长大的吗 他哪里来的这种能力呢 他们怀疑不信 耶稣在那里就 不多心异能 在这个治病防病这件事上 在神的保守 对身体的保守这件事上 神的恩典已经在先 这是个前提 那么接下来呢 人的信心就几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四福音书的记载 我刚才前面谈到的这些 都是引自四福音书的记载 我们不是讲什么理论 而讲的是耶稣的事实 都摆在这里 都摆在这里 我们直接看的就是耶稣 定睛看的就是耶稣 我们从中看到了一些启示 什么启示呢 那就是既然耶稣 什么都不管 只管医治 那么我们也就应该 什么都不管 只管信 前面讲了七个不管 那不管你是什么人 不管你是什么病 不管你病到什么程度 不管在什么律法之下 不管在什么规则之下 不管在什么时空之下 不管用什么方法来治疗 耶稣打破了 全然打破了一切的条件 一切的限制 就是释放出全然的恩典 全然的怜悯 全然的爱 圣经上讲 本乎恩 因着信 这七个不管都是恩了 什么都不管 为了施恩给我们 那我们就应该是七个 什么都不管的信 我再说一遍 耶稣既然是七个 什么都不管的恩 那我们就应该是七个 什么都不管的信 第一个就是 不管你是什么人 神都医治你 那么就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要相信神医治你 对不对 既然在神那边是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他都医治你 那么在你这边就应该是 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要相信 他会医治你 阿们 那么第二个呢 不管你是什么病 既然神都医治你 那么那就不管你是什么病 都要相信神会医治你 阿们 第三点 不管你病到什么程度 既然神都医治你 那么就不管你病到什么程度 你都要相信神会医治你 第四 不管在什么律法下 既然神都医治你 那么就不管在什么律法下 你都要相信神会医治你 律法不能阻挡神的爱 而是服务于神的爱 还有 不管在什么时空下 时间和空间下 既然神都医治你 神都能医治你 神都愿意医治你 那么你就自己 要不管在什么时间和空间下 都相信神会医治你 还有方法 既然神不管用什么方法都可以医治你 那么你就不管遇到什么情况 都要相信神在医治你 神有办法医治你 神有各种办法 有一万个办法来医治你 那么耶稣是七个不管的恩典和医治 那么我们呢 七个什么都不管的信心和信靠 好像做得不够 我们好像是七个都管 七个都考虑 七个都掂量 结果导致就是怀疑 小心 甚至不信 你看耶稣 第一个就说 不管你是什么人 他都医治你 对不对 但是我们却常常说 我是什么人呢 我怎么样啊 神医治不医治我呀 明明神是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只要信他 他就医治你 用信心来支取他的医治的大能 而你却变成了一个缩手缩脚 失去信心的人 而让你失去信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眼睛盯着自己 眼睛盯着自己 好像自己配才行 好像神医治你是你自己赠来的 赢来的 配得的 No 谦卑吧 怜悯吧 信心是最谦卑最怜悯的 我们强调信心的时候 并不是说 我什么都不顾了 不管这个那个 不管那个 我只管信 但是你哪里知道呢 这个信包含了最大的谦卑 信谦卑就是说我不配 所以我信你的恩典怜悯 我自己不行 所以我才信你能 这个完全的信神 就是承认自己完全的败坏 完全的无助 完全的软弱 投靠耶稣 这个信里边包含着认罪 包含着悔改 包含着谦卑 这些美德都在里头 那么第二 神不看我们得的什么病 神都医治 可是我们却看得的是什么病 神治不治得了 这样的话又给我们信心 设了一个障碍 第三呢 我的病情严重到什么程度啊 还有救没救啊 我们刚才看到了 神是不管你严重到什么程度的 那第四呢 神是不管这个律法 只顾恩典怜悯 用慈爱来医治我们的 可是我们却看神医治我 何乎不何乎我的教义啊 何乎不何乎我听来的道理啊 何乎不何乎这何乎不何乎那呀 很多宗教的东西 削弱你的信心 神医治我们本来是不管什么法则的 就像那个天使把水搅动了以后 要不要第一个跳下去 这个法则 神是不在乎这个的 是超越这个的 可是我们呢 却把这个医学知识 看得天经地义不可更改的 这又阻挡我们的信心 还有耶稣的医治是部分时空的 可是我们却说 医治是过去的事啊 今天耶稣不在场啊 两千年了 情况不一样了 医学发达了 科学发达了 等等等等 又平添了很多的信心的障碍 最后呢 神医治我们是用各种方式 用各种方法 有时候也通过医生 也通过手术 通过药物的 而我们却平添了很多 好像那就是不依靠神了 神医治我应该是按照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模式 什么什么什么方法 如果没有像自己想象的 信心就弱了 不对的 神用各种方法医治我们 总之在神的医治保守这个问题上 我们设立任何一个前提条件 都不合乎耶稣的事实 因为在耶稣那里是什么都不管的 没有前提条件的 是恩典 纯粹的恩典怜悯慈爱 任何一个前提条件 都会损害我们对他的信心 违背了耶稣的初衷 所以保罗那个概括非常的精炼 就是本乎恩因着信 这个信一定是冲着恩来的 恩呢只能靠信 恩就是没有条件 就是什么都不管的 就是纯粹是出于恩典 神的爱 神的怜悯 这叫恩 只有在这种恩的认识下 你认识到神是这样的恩典 浩荡的恩典 无条件的恩典 让你才有信心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 你都有信心 不管你得了什么病 都有信心 你相信神不会离弃你 就像罗马书八章讲的 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这是出于你对神的恩典的认识 所以任何一个前提条件都会损害我们对神的信心 因为任何一个前提条件都不合乎恩典的法则 而且任何一个前提条件都不合乎耶稣的事实 因为事实上耶稣在四十一个医治的神迹当中 没有一个是有前提条件的 耶稣明明说的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他没有说在好的人凡事都能 在义的人凡事都能 在什么什么的人 在成功的人 在有学问的人 在有地位的人凡事都能 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信的确是个奥秘 这个信的奥秘 简单来说就是你通神 你要想通神 得到神的力量 祝福 恩典 慈爱 性情 本性 你用信心才行 你只有用信心才行 信心越单纯的人越好 所以耶稣医病之前 向人要的明明只是信心 可惜我们在向神祈求的时候 包括祈求医治 祈求保护的时候 常常是以人为前提 这个人包括自己 以自己为前提 我好不好 我的情况怎么样 我的病重不重 我在哪里 有时候也是以别人为前提 或者以宗教为前提 大不了了以人类的科技发展水平为前提 这都是不是以神为前提 我们常常是这样 我们常常看在人眼里 我好不好 看人能不能 看社会允许不允许 宗教允许不允许 而不是以神为前提 什么叫以神为前提呢 就是说要看在神眼里好不好 能不能 他会不会来一直帮助你 如果你以神为前提 你就大有信心 如果你以人为前提 不管是以自己啊 别人啊 宗教啊 人类为前提 你的信心就会大大的受损坏 因为人没有靠得住的 没有全面的 没有完全慈爱的 没有完全善良的 这是耶稣一再讲的 除了神一位 再没有良善的 除了神能 人是不能的 最后我跟大家讲 我们要知道一点 对神的信要绝对 如果你不绝对信神 就等于绝对不信神 这个话说的也有点绝对 不绝对信神 就是绝对不信神 为什么 因为神是绝对的 因为神是绝对的 那为什么说神是绝对的呢 因为神如果不绝对 他就不是神 你就不能用神这个称呼 神就是绝对 信呢 如果不绝对 就等于是不信 就没有力量 所以我一开始就讲了 没有神迹的信仰 算不上真正的信仰 而神迹呢 一定也包含着神医 包含着神医 你看耶稣当年 派门徒出去的时候 他自己也是这样 一面传道 传天国的道 一面就是医病赶鬼 身体的归正 也是一种归正 也是一种福音 是跟心灵的归正 心灵的福音 是并行不备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瘟疫横行 面对人生的生老病死 面对各样的苦难的时候 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心态 就是完全仰望神 交托神 信靠神 耶稣所说的话 要成为我们时时刻刻的提醒 就是不要怕 只要信 在任何情况下 不要怕 只要信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因为你创造了宇宙 你掌管着宇宙 你创造了我们的生命 你也掌管着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你 你要让我们的身体归正健康 在耶稣基督身上 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美好的福音 救恩 主啊谢谢你 你告诉我们不要怕 只要信 因为你已经胜了世界 你也胜过了生和死 愿你把信心加添给我们 因为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就是你 在各样艰难的日子里 有你的同在 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谢谢主 保守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新的一年 在你里面有平安 这是你应许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